直到老师在前面认真讲解每个动作并数着节拍 长辈们简然有序的根子操作 光是伸展运动就让长辈们相当的有感 不然老人都尊不住了 因为要自己说话 人也不应该自己说话 不然老爸在身上不会说话 我很运动 很运动 骨头有紧张 感觉这样好 老伙子 有在用头脑 有在运动 为了避免长辈们跌倒 巴张社区之前就邀请专业的老师 请来教导长辈们健康出镜的课程 希望可以帮助到长辈 因为最近发现老人家退化得好像比较快 我们就是特别请了一个圆缓失能的讲师 特别进来 帮长辈做一个既耐力的加强 让长辈不容易跌倒 因为长辈一跌倒 如果严重的话 要恢复的状况会变得特别慢 对子女也比较 负担也比较大 指导老师也指出 长辈们会跌倒 其中的原因就是自身的经耐力不足 因此透过动作的训练 可以有效地帮助长辈们维持一定的经耐力 技能减少跌倒的几率 今天其实给长辈带来的课程是健康促进的课程 然后健康促进里面他有认知 然后还有肌耐力的部分 那认知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会带六大营养类 就比方说他们饮食的部分 他们一定要吃得下 吃得对 那在肌耐力的部分的话 就是让他们训练他们的肌力 不要流失 那你饮食正确了 那肌力你有做运动的话 你的肌力就不流失 那相对的长辈他们走路就不容易跌倒 那自我的生活功能也会比较好 所以这是我带给长辈 今天课程最主要的主题内容 社区也强调 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 不但可以达到训练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训练长辈们的经耐力 竟然减少跌倒事件的发生 记者邱秉毅 集集采访报道